你好,我是莉莉,今天是2022年的5月20号,今天跟大家聊一聊,真的没想到胡锦涛和曾庆红竟然让习近平让出中共总书记的位置,让李克强或者汪洋上,在美国时间的5月19号,郭先生发了个盖特小视频, 在小视频中,郭先生主要讲了,一,反映美国经济的,美国的道琼斯指数,500指数,比特币,全球所有的数字货币,看看现在这个价格有多惨,中共国头两天在上海一个馒头换一个黄花姑娘,大家都快饿死了,全上海几千万人,长春,深圳,郑州,大德林, 现在瞬间就要开放国门,欢迎各国人士,解议回国,这是什么情况呢? 二,国内粮食现在什么情况? 巴西一个做粮食的供应商,原来跟中粮的宁高宁的,这个宁高宁超级腐败,超级有钱,跟他关系特别好的几个公司,在头两三个月买了大量的巴西的东西, 这两周有人愿意在原来价格基础上高出20%,粮食高20%是很夸张的,要把他手里的货全买走,这个反应把巴西吓坏了,现在联合国让他们去了解粮食数据的时候,他们在跟中国政府沟通,他说他以为中国头一段时间买的粮食都是储备, 但是中粮来跟他买粮的人说,那粮食已经全部都销好了,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的三四个月中,已经把未来的八到十个月的粮食都给吃掉了,这非常恐怖,再去买这个还有买粮的钱吗? 三,从昨天晚上,N个国外的大的机构都在找所谓的贱卖股份,昨天之前,24小时之前都是不一样的,突然间就是所谓的中国神秘的有钱人, 转让在美国,在欧洲,在日本,在新加坡的股份,包括在巴基斯坦,印度的所谓的向商场购买的写字楼,印度的几个开发区开发的写字楼, 在海外的房地产,商业楼就是打折只收50%,40%,西方没见过这阵长,一夜之间这么多所谓的神秘资产背后的股东,财产控制人,包括比特币都要出货,有人要3万比特币一次交易, 按照现在的价格,然后再给你20%的折扣,往外卖,不要美元,不要欧元,要日币,港币,要瑞士货币,在英国好几个大的写字楼,大家能查得到的, 这个写字楼买的时候都是几亿磅,现在统统的,只要给港币瑞币愿意当初买的价格的50%,60%,马上转让,这是共产党已经知道,美国要查封所有共产党在海外的资产,他们在做准备, 四,为什么要瑞币,因为瑞币可以换成它的黄金,共产党内部的政府官员,有权力的人,可以和政府勾兑,换成它指定的货币,或指定的有价证券,为什么换日元呢? 因为在日本的话,它可以做对冲,日本目前是世界前三大国和中共国有所谓的本币互换的,剩下全部要中东的币,主要是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货币,只要中东的,很多人直接指定中东某国,这是几千亿,上万亿的钱, 五,中国老百姓养不起老,买不起墓地,更别说买保险,买房子了,这些年改革开放,你有啥? 现在让你卖你老百姓,你能卖啥?畜生一样的奴隶,你没有什么不动产,你也没有高质量的金融资产, 陆金所在新西兰,整个平安集团在新西兰,大量的资产,现在跟新西兰做交换,找当地的给你对冲,把整个控股公司给你,你给我一半的钱, 但是我要指定在中东要钱,现在很多国际所谓的国家投资基金,还有世界上有钱的基金,都在去捡便宜货, 你说给20%,30%,那我就要你50%,甚至要更多。 这几天还有现在大量的神秘人士都突然回国了,你去查一查,马里布,洛杉矶的马里布,过去的四周5000万到一个多亿的房子, 中国人市场上来卖的大概是5套,5000万到上亿的房子5套,洛杉矶1000万到1亿美元的房子大概几十套, 纽约几千万到上亿的房子也是几十套,伦敦最起码也在40套左右,南法大概5000万到8000万欧的房子也是几十套, 这些是可以上网查出来的,最近两三周都在推出来,绝大多数背后都是中国人。 七,郭先生说,虽然他知道共产党腐败,但是真不知道他们这么腐败,虽然知道现在美国欧洲正在搞极限制裁的准备, 没想到让共产党这么害怕,虽然知道中国老百姓可怜,但没想到中国老百姓这么可怜, 偷钱盗国的财富继续盗下去的话,不是国完了,就是这个族完了,是整个世界都毁了, 中国这十几亿人就养着那几个家族,这就叫国家,其实是他的家国,悲哀。 在美国时间的5月19号,郭先生还做了个直播,最开始是试穿鸡翻身的衣服, 之后主要讲了,一,以前爱马仕的老板和郭先生一起去洛阳龙门石窟, 看到石窟的壁画,爱马仕的老板就跪在那磕头,激动的哭了,他老婆也哭, 他们说,之前他们在书上看北魏时期的话就学,现在看到了真品, 他们傻眼了,觉得中国的文化太了不起了, 从那之后,郭先生就更加对中国文化自信了。 二,最近很多人说,郭先生需要交以色列的法国的什么朋友, 郭先生说,他不需要交新的朋友,因为有亿万爆料革命的战友, 没有时间,没有精力再去交朋友, 而且郭先生也知道,这些人也是因为新中国联邦, 才要和他交朋友的。 三,斯蒂文问遣返郭先生这个案子, 为什么孙立军在和斯蒂文问谈话当中, 说习近平很高兴,川普要遣返郭先生,取消签证, 这个事情在国内政治圈有很大的解读, 很多人在问,孙立军干这件事情, 是不是习近平让他去干的? 若习近平让孙立军孟建柱去干这件事情, 说明习近平是真的怕郭先生, 否则习近平是没有这个精力, 也没有这个必要牵扯到这个巨大的麻烦当中的。 美国人现在挖这个料, 习近平个人是会受到美国制裁的, 调查完这个案子后,会转成刑事案件, 起诉所有相关人等。 问题来的,难道是孙立军打着习近平的幌子, 在美国干这个事吗? 或者是习近平真的让孙立军去干这个事了吗? 真实情况是,2015年, 孟建柱给习近平书面汇报, 王岐山亲自汇报, 说他们掌握确切的证据, 郭先生和令官成是一伙的, 而且有600机的习近平和彭丽媛, 及其家人的私人视频, 并且提供了郭先生电脑上黑客手机里的文件, 说郭先生现在在英国要逃往美国, 文件也藏在美国, 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, 把郭先生和令官成给弄回去。 后来习近平真的亲自指挥了, 派了那么多人要让郭先生回去, 但是到了2017年419之后, 习近平也没有看到郭先生放入他自己的视频, 家族财产, 个人信息感觉不对劲了, 在2017年3月份到9月份, 真的下了对郭先生的追杀令, 对郭先生进行立体全面的追杀, 王岐山担保了信息的准确性, 孟建柱也同时向习近平多次报告, 傅政华也向习说, 郭先生掌握他的私人视频, 家庭财产情况, 这时习近平说, 这事别人不要碰了, 仅限于孙立军, 孟建柱, 傅政华来办这事, 后来成立了灭报小组, 2019年习近平知道被玩了, 开始调查这个案子, 调查傅政华, 孙立军, 孟建柱, 刘彦平, 王岐山, 田国立, 田惠宇, 周亮, 康点, 以及一起跟孙立军, 孟建柱编造这个案子的香港的人, 所以孙立军最后被定性, 野心极度膨胀, 没有任何政治原则, 从不争成于党, 四, 习近平能被这几个人玩弄, 有三个原因, 一是习近平确实有把柄, 若他没有把柄, 他不会担心郭先生有他的视频, 并下令追杀, 二, 习的情报能力不是立体化的, 他没有能力做快速的判断, 三, 习当时在国内是孤家寡人, 所有事情发生, 说明习一直在被玩弄之中, 王岐山利用习近平反腐运动, 把王岐山自己的敌人, 全部送进了监狱, 孟建柱和王岐山, 利用习近平灭掉团派, 傅政华利用习近平, 把原公安部, 安全部的人, 全部送进监狱, 孙立军利用这几个人,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, 所谓的上海帮, 包括吴征, 吴, 现在热传的习下礼上, 郭先生得到的确切情报是, 胡锦涛和曾庆红, 给中央禁言, 表示习近平应该让出, 中共总书记这个位置, 并推举第一人选李克强, 和第二人选汪洋上位, 李克强不仅仅是团派, 他是游走于各派系之间, 李克强一个信任的下属, 和董红非常好, 汪洋也不是团派, 他是真正的太子党, 他是乔石的家人, 看上去是所谓的开明派, 这下事大了, 胡锦涛咋办呢, 陈敏尔, 郭树清, 李希, 一,李强咋办呢, 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, 无论谁放了位, 都是想让共产党再继续苟延残喘, 谁上去也不会对爆料革命好, 说不准李克强上去, 对郭先生更狠呢, 因为郭先生知道, 李克强的事情太多了, 爆料革命只有一个目的, 就是消灭共产党的体制和共产党, 六, 这几天的经济对欧洲极为震撼, 欧洲供应链的崩塌, 对欧洲来讲太可怕了, 很多国家没有办法, 只能用卢布结算买俄罗斯的石油, 七, 现在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和经济问题, 还有这几天黑石基金, 高盛, 所有你知道的大的基金都在卖中国的资产, 共产党的经济崩塌, 供应链崩塌, 在全世界出售资产, 说明共产党真的要打仗了, 现在粮食价格真的太夸张了, 好,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, 拜拜。